字幕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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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他也不摸过我 但是他当时是不是正在上学 如果定选下来超出一百万的话 超出的技能我自己本能承担 继早前公路出现的轮椅兵团 现在居然还可以找到三轮车 在大埔公路沙田段路上 居然有一位伯伯 施施然骑着一架电动三轮车在公路上飞驰 在这段游读者给我们的车椅片段可以见到 这位伯伯在未有佩戴任何头盔等保护装备的情况下 在公路右线边行驶 非常惊险 警方提醒市民 任何行人 单车和电动轮椅都不能进入快速公路范围 遗者最高可以罰款一万元和监禁六个月 大批警员来到街市 其中有警员中首次盾牌街壁 猪肉档的仕头婆左手就受了伤 经过包插之后协助调查 现场是上环街市 星期四上午8点多 一个菜档女档主 和隔隔猪肉档的男东主发生争执 两人先动口继而动舞 其间菜档的女档主一刀揮刀 怀疑就是因为感五伤了猪肉档的仕头婆 现场说两个档的档主一直有职怨 猪肉档的档主用水清洁档口的时候 弄湿了菜档东主人气这件事 警方到场调查后 以涉嫌公众地方打架 拘捕64岁姓珍的猪肉档档主 和65岁姓孙的菜档女档主 她另外涉及一宗伤人罪 两人之后被带返警署接受调查 事主被救出的时候 昏迷宋远 期间需要用自动心外压机 进行心外压 但是宋远抢救之后不折 香港仔被封堂 星期三下午大约3点多 发生船隻翻轴事件 69岁姓王的船主 在一只大约30尺长的大头艇上面 维修的时候 船隻突然之间快速沉没 事主怀疑欲力身亡 是发现船很快沉下去 知道有人在做事 那便立刻报警 大批水警去到现场搜查其他被困者 涉事的船隻完全沉没 用麻绳绑着的两只小艇 一只翻轴一只也沉没 屡敬将小艇拉近岸边调查 其间船隻不能靠岸停泊 渡轮服务一度受阻 海事处回复我们的查询 那便说目前仍在跟进事件 这辆Tesna的左手边车头和车身严重损毁 车他几乎飞掉 车里面的汽袋亦都弹了出来 货车的车尾亦都有损毁 司机说意外的一刻 感觉到有后车撞了一下 右二线突然间很饿 我感觉有车后面撞过来 接着我追了过去右边撞 一旦够回来左边就揽摆过来 刚刚停到 但是是否那辆Tesla自己撞了 才逼出来 我不知道 星期四下午三点多 一辆Tesla沿青葵公路三号钢线 往九龙方向返鱼 期间怀疑因为截线 撞到中间分隔石膊 之后一度反弹 和另一辆密斗货车相撞 货车闪避的时候 亦都撞到石膊才停下 Tesla的司机和乘客一度被困车里面 并一度程半清醒状态 消防和救援人员来到之后 已经恢复意识 两个人戴上颈枯固 固定头部之后 被送往马加列医院治理 把门铺穿了一个大洞 男人倒饿在平台的位置 当场证实死亡 星期四的早上10点多 一名男子报警就说自己被人追赶 走到去旺角商业中心天台 其后怀疑堂楼失望 据悉有人曾经向死者追讨欠款 警方带走三名涉案人士调查 重案組和反黑組的探員到場 拿爆破工具到天台調查 法醫亦到場檢驗死因 駕駛車的中途遇到這個情況 嚇死人嗎?心來一來 我們以第一身的角度再提一次 當時車椅主在駕駛的士 在隧道裏面圓萬事行駛 突然右邊的車身被撞 之後兩輛貨車從右侧向左衝前 其中一輛貨車被另一輛車在後面攔腰撞到 一度打白夾轉 橫跨了兩條行車線後 兩輛車才停下 嚇到車椅主都一度爆粗定驚 在另一條車椅片裏面可以見到後面的一輛貨車 懷疑失控加速 衝去前面的另一輛貨車 讓成這次意外 星期三晚上8點多 兩輛貨車和一輛的士在乘稅管裏面相撞 意外中三個司機和一個乘客受輕傷 被送往威爾斯親和醫院治理 受意外影響 乘稅往草灣方向管道慢線一度封閉 被車撞的十九歲尼泊爾籍女學生 送院當時陷入昏迷 經過搶救之後 星期四下午兩點多證實不治 傷者的父母和姐姐來到醫院了解情況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摸過我 但她當時是否正在上學 是否去 車禍發生之後 這輛黑色Tesla左邊車頭損毀 警員用黑色布遮住 星期四早上8點多 這名女學生在元朗安樂路過路期間 被一輛往廣平方向行駛的Tesla撞倒 去島地昏迷 視望的30歲姓歐陽Tesla男司機被帶上警車 初步發現她走星測試為零度 警方已涉嫌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將她拘捕 警方正在調查事故的起因 澳門駕駛 澳門駕駛至大賽車職張利林 無份參賽的都想在馬路鏈車過人 因應這個情況 警方早前展開執法行動 證測六中非法賽車案件 並構成涉案的14輛私家車 三中的案件涉及六輛私家車 被發現分別在屯門公路和套路港公路等 的主要降道進行非法賽車 其中一中是涉及兩輛私家車的案件 被發現是由屯門公路經丁九橋 互相追逐大約18公里去到青葵公路 在一段限速80公里的路面上 以時速高達157公里去行駛 並且在行車線之間左穿右插 另外三中案件 部份涉案私家車在全錦公路 不斷高速來回跑圈 在一段限速50公里 扯彎多路窄的公路 以時速高達135公里行駛 仍方而涉嫌非法賽車 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 拘捕了14名男子 年齡介乎20至33歲 部份人報稱是教師、護士、司機等職業 部份被捕人互相認識 所有涉案車輛被拖到大纜粗車輛 扣留中心作進一步調查 現場把笑聲笑到這樣? 沒辦法啦 據內媒報道 這輛掛上中港牌的盧斯萊斯 11月4日 在廣州同一輛貨車相撞 一輛盧斯萊斯車價近五百萬 維修費恐怕超過一百萬 目擊者說貨車司機當場被交通警察判全責 嘩,怎麼辦呢? 你在香港暴龍的肚子 一點事都沒有 不過最後不要中太出名的人 可惜司機應該就不認識暴龍哥 據目擊者說 意外之後司機嚇到全身震了 反而盧斯萊斯的車主朱小姐 就在現場上淡定拍照 影片引起內地網民熱議 很多網友都說 大貨車司機應該買的是上千萬的保險 實際上這位大哥才買了一百萬的保險 難怪司機會震了 幸好 如果定損下來超出一百萬的話 超出的金額我自己本人承擔 大貨車司機也是靠這個謀生的 養家無口其實都不容易 主要人沒事就好 朱小姐這個善舉 華文文戴贊是真菩薩 她說事發之後看到外車被撞 心都碎了 第一時間通知丈夫 而丈夫說只要她沒事就很開心 美國大選結果陳鵝落定 落敗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副總統何錦麗在當地時間 星期三 在華盛頓特區的母校 霍德華大學發表講話 承認敗選 第四次尤其日 尤其是 事我們要想 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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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成功 不乎 炸雷 我いつ會 受騙 受騙 而 但是 我們要接受 事效 今天 我問了 白宮同日發聲明 華總統拜登也已經致電特朗普 祝賀他再度當選 承諾將會平穩進行交接 又邀請特朗普去到白宮會晤 國家主席習近平也都致電特朗普 祝賀他當選美國總統 習近平希望中美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的原則 就出一條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之道